有人遇到困难就轻言放弃,也有人做事就要做到极致,并且一生只做一件事,坚持自己不懈的初心,为了自己的理想实现而无拘于风风雨雨。 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努力的过程,相信自己才能够发挥到极致。 大家好,我是阿易,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部平淡又治愈的励志电影,抓着彩虹的男人。 阿亮正在工作的时候接到警察局的电话,说是有个叫活南的人,因为喝酒惹事,现在在警局。 而活南在东京只认识他一个人,所以让警察联系他做担保人。 他挂断电话后,立刻去将活南接了出来,让其在自己家中暂时安顿几天。 活南是阿亮在九州上大学的时候认识的一个电影院的经理人。 这次来东京是为了参加侄女的婚礼,没想到临走的时候出了这档子事。 阿亮的父亲知道活南之前对阿亮的关照,所以对活南的到来表示欢迎。 本来一家人心情都刚好,奈何活南这个大大咧咧的人总是闯祸。 先是在洗澡的时候把玉桶做坏,然后吃饭的时候又不小心打翻桌子。 接着是晚上睡觉的时候,呼噜声震耳欲聋。 一家人都被吵得睡不着觉。 活南不好意思多呆,次日就买了机票飞回九州。 而就在活南离开之后,阿亮因为开完车忘了把钥匙留在家里。 母亲把电话打到了她工作的单位,才得知她一个月前就已经辞职的消息。 自从她大学毕业之后换了无数个工作,每个工作都干不过两个月。 父母为此感到很发愁,本以为这次的工作能够做得长久一些,没想到还是一样的结局。 母亲质问她到底想做什么,为什么总是不让人省心。 父亲一直沉住气,不说话,最后还是没忍住训斥她一顿。 你想找到能够展示自己才能的工作,可你到底有什么才能啊? 没有文化的工人都比你努力。 被父亲这样贬低,阿亮忍无可忍,当天晚上就提着行李离开了家,买了最近一般的机票,飞去九州。 本想去投靠活南,却发现电影院已经关了门,现在变成了一个停车场。 打听才知道,活南带着放电影院的工具和员工去帮环岛寻回展映了。 对方还给她一个日程表,影院门口有活南留下的标语,电影院暂时关闭了,但电影是永远不灭的。 在不久的将来,这里一定会成为世界最前沿的高大上影院,我一定会满血复活的,等待和你们重逢的那一天。 阿亮跟着日程表去了湖南现在所在的小岛,下船后就遇到了一个带着孩子的女人。 女人名叫杰子,是从东京来的,孩子是她的儿子,今年五岁了。 她的姨妈是岛上开民宿的,来接她的时候得知阿亮在找住宿,就一起把阿亮也接到了民宿。 阿亮刚从房间出来,就听到杰子和姨妈的对话。 杰子这次回来九州,是为了把孩子留下,然后独自回到东京继续工作。 如果父母可以照顾外孙子,那就把孩子留在他们那里。 如果他们不愿意,他就将孩子送去托儿所。 姨妈不赞同他这样做,孩子现在还小正是需要母亲的时候, 这个时候将孩子丢下,太残忍了,不如就留在家乡陪在父母和孩子身边。 现在的家乡和以往不同了,很多商业都发展起来了,不愁没工作。 阿亮不忍孩子听到要被母亲抛弃的话,主动提出带孩子去海边散步。 问了孩子才知道,杰子现在是单身,一边抚养孩子,一边还要工作,很不容易。 突然有点同情这对母子。 杰子来找孩子,问阿亮来这里的目的,得知阿亮是来找人,以为阿亮是为女朋友来的。 阿亮听后,联盟解释,是一个大胡子,大肚子的大叔。 他失去工作之后,经历了很颓废的一段时间,看到活男的时候,感觉有了精神和活力。 所以离家出走之后,头脑一热就来到了九州。 只是现在他还不知道,活男在岛上哪个地方。 说着就看到不远处的身影,活男正带着员工在沙滩上搭台子。 见到他的那一刻,活男很是激动。 紧接着就看到了他身后的母子两人,还以为杰子是他新交的女朋友,吓得他赶紧否认,称只是认识了几个小时的朋友。 紧接着,阿亮也加入了搭台子的队伍。 他们准备在沙滩上准备电影晚会,一切准备完毕之后,就是宣传工作了。 开着带着大喇叭的车在岛上通知,今晚要播出的电影是从日本文化中诞生的杰作。 大廷秀雄导演的《雪国》。 岛上没有电影院,所以大家对这个沙滩晚会感到好奇。 尽管门票要700日元,还是有很多人来看。 杰子也来碰唱,小孩子们看到幕布亮起来的时候,很是激动。 欢呼声响了很久,现场很久才安静下来。 这次的电影晚会举办得很成功,结束后,活男带着员工们去民宿庆祝。 心情不错,还唱了几首老歌,成功让杰子的姨妈捐带找到了组织。 接着,两人便聊起了他们那个年代很火的歌。 活男更加放飞自我,一盏歌喉。 刺耳的声音让阿亮堵住了耳朵。 唱进戏了之后,活男又开始感慨。 付不起电影门票的年轻人有很多,只能在一旁用耳朵听,然后思念家乡。 那些人的心情,杰子感同身受。 之前的他在东京也是一样,而此刻,没有人能感受到活男的难过。 经营了那么多年的影院歇业,再次开张的日子, 到现在都无法估计。 虽然他平常被人称呼为爱哭鬼,但在最后一次电影歇幕的时候,一滴泪都没流。 因为眼泪是最没用的东西,说着说着又唱了起来。 阿亮想说什么被杰子阻止,好不容易释放一次就让他唱吧。 除了阿亮,还是有很多人享受他的歌声的。 他唱了没几句,又哭了起来。 虽然眼泪没用,但有时候真的控制不住。 看到在场的所有人心里都不好受。 此日,阿亮便跟着队伍出发赶往下一个岛。 而那里正好是杰子的故乡,他要回去看看父母,最主要的目的是将孩子留下。 在船上吹着海风,看着远处的东京,阿亮突然很羡慕杰子,或者说很羡慕那些有故乡的人,而他连放了暑假都没地方去。 杰子接话,故乡是偶尔回去才好,如果一直在故乡生活,也会受不了的。 阿亮将杰子送到家门口,杰子跟他握手表示感谢。 离开后,阿亮摸着和杰子握手的那只手,感受着刚刚留下的余温,他和杰子还会再见面吗? 他安慰自己,有缘的话,一定会的吧。 杰子回到家,心里是非常忐忑的,不知道面临自己的是什么场面。 母亲和父亲都回到了家,母亲还特意给正在工作的清智打去电话,跟清智说了他回来的消息,还叮嘱清智不要说不该说的话。 他一个人带着孩子,也挺不容易的。 另一边,湖南也挑好了放映电影的地点,就在岛上的小学校园里。 天气预报显示,晚上有雨,但也挡不住他们对电影的热情,真的下雨的话,就再想办法吧。 这次的宣传工作做得很到位,很多外面的人都赶回来看电影,其中就有一个叫松江的女人,而她不单单只为了看电影,更是为了看到故人。 她曾经在电影院工作过,和湖南是旧相识了,只不过没想到,湖南会将电影展开到这里。 很快电影就要开始了,湖南还在打去阿亮,猜杰子会不会还过来捧场。 没想到下一秒就看到了松江,几十年未见,两人都愣在原地。 湖南没有想到会再见到松江,觉得缘分这个东西还真是神奇。 两人还没寒暄两句,电影就开始了,结果真的下了雨,屋子瞬间变成水帘洞。 为了不打扰大家的兴致,阿亮几人只能当人体工具,把漏雨的地方遮住。 电影散场后,几人成了落汤鸡。 湖南却满面春风的,跟着松江一起走了出来。 送松江回去的路上,两人回忆往事,说着说着就来了兴致。 松江不想这么回去,拿着湖南去喝酒酗酒。 船上正好还有他存的几瓶酒,正愁没有机会解决呢。 两人坐在船舱里喝了起来,酒精上头,很多之前没说出来的话,现在也有勇气讲了。 当初松江离开影院,对湖南来说是很大的打击,曾欲寡欢很长一段时间。 松江也一直明白湖南的心意,但等不到湖南开口,只能离开。 这些话如果早点说就好了,他就不会经历现在这段可悲的婚姻了。 狭小的空间生起一丝暧昧的气息,他们再也无法隐忍对彼此的感情。 既然老天让他们相遇,那就放肆这一回吧。 另一边亲自顶着雨回到家中,一进门就开始数落杰子。 当初他不让杰子去东京,杰子不听,非要去追求什么音乐梦,结果被男人骗了,还留下个孩子。 但凡有点脑子,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? 杰子听不下去,觉得亲自落井下石。 兄妹两人大吵一架,这毕竟也不是他能料到的事情,但他并不为自己做的这一切感到后悔。 次日,阿亮骑着单车故意路过杰子家里,果然被正在院子里扫地的杰子叫住。 阿亮问杰子怎么没有去看电影,杰子说起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。 他的家庭很复杂,像阿亮这种在幸福家庭长大的人是不会懂的。 阿亮不认为他的家庭很幸福,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,总之普普通通吧。 但他受不了这种不输不清的状态。 说着突然想到了正事,将晚上的电影晚会邀请券给了杰子,希望杰子可以去看今晚的电影。 两人的交流正好被亲自听到,亲自直接追了上去,查户口一样询问阿亮的情况。 得知阿亮是东京人,上去就是一拳。 在他看来,阿亮和当初杰子爱上的男人一样,都不是什么好男人,在欺骗杰子的感情,还警告阿亮不要再出现在杰子面前。 莫名其妙被打了一顿,阿亮很委屈,将这件事情告诉了河南。 河南是个讲义气的人,看到自己朋友被欺负,直接找到亲自,要讨回公道。 他告诉亲自,杰子是个成年人,有权力决定自己的感情,也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,做哥哥的还是不要过于干涉。 亲自也是个讲道理的人,杰子是他从小看着长大的,除了父母,没有人比他更爱杰子。 杰子已经被东京的男人骗过一次了,他不想再让杰子被骗第二次。 解释完他想要继续去工作,毕竟他的工作和播电影这样不正经的工作不一样。 这句话惹怒了河南,这个工作可能填补饱肚子,但能将快乐送到大家的心里。 这种工作可比开采石头破坏生态高尚得多。 眼看两人就要打起来,车里的手下也过来帮忙,结果却忘了拉手杀。 车子顺着陡坡跑了下去,直到翻车才停下。 得知轻智将阿亮打了一顿,杰子很生气,将轻智大骂一通,质问他,也不分青红皂白就将人打了。 这是卑鄙小人,地痞流氓才做的事情。 他担心阿亮会不会以为他家里人很粗暴,他以后该怎么面对阿亮,简直太丢人了。 火气上头,他开始口无遮拦。 你有什么权利评判我的生活?像你这种整天待在这种小地方的人,怎么知道我在外面有多辛苦? 兄妹两人发生了最激烈的争吵,父亲和母亲在一旁劝解。 杰子能回来,他们很高兴,曾经他们以为再也见不到女儿了。 所以外孙子对于他们来说不是累赘,是让他们再次见到女儿的理由。 如果不是有这个孩子,杰子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回来了。 听到这里,杰子心中无比愧疚,他从不知道自己在父母心中如此重要。 因为白天车子摔的那一下,放映设备也有所损坏。 眼看到了放映电影的时间还没修好,村民们有些坐不住了,纷纷询问到底能不能看电影了。 票钱都已经收了,没有再赶人走的道理。 活男只能去前面安抚大家的情绪,为他们修设备,争取时间。 有人起哄让他唱个歌,既然都是为了娱乐,听歌和看电影也没什么区别。 唱歌可是他最拿得出手的才艺。 大家想要听,他便献丑唱几首。 有歌声,有鼓舞,有琴,有伴奏。 很快,大家就沉浸在歌声之中。 虽然活男的嗓音不怎么样,但这些老歌勾起了很多同龄人的回忆。 大家纷纷起身加入合唱的队伍,杰子也上台为活男伴舞,现场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。 大家鼓掌欢呼,一个放映晚会,瞬间变成一个音乐晚会。 台下的人在歌在舞,已经忘了要放电影的事情了。 员工们赶紧抓紧时间修放映机。 几首歌过后,设备终于修好了。 屏幕亮了起来,但大家已经不在乎有没有电影了。 毕竟氛围都到这里了,那就继续欢呼吧。 晚会结束后,杰子和阿亮来到海边,杰子为哥哥的行为向阿亮表示歉意。 还问阿亮为什么不还手。 阿亮回答,被打几下也没什么,只要是为了杰子,他心甘情愿。 杰子被阿亮的表白吓了一跳,真想知道和这样的人谈恋爱是什么样的。 阿亮听到他这么说,鼓足勇气,吻了上去。 两人浪漫的约会被河南的呼唤打断,回过神爱的时候,杰子已经逃走了。 他知道杰子已经也明白他的心意,只是要顾虑的东西有很多,不敢回应。 或许青春时期的感情总要留点遗憾吧。 离岛的日子越来越近,河南想要再见松江一面,哪怕只是说一句再见。 为此他特地地穿了正式的西装,带了一束鲜花。 本来还戴了一副墨镜,在阿亮的见影下将墨镜丢掉了。 经过一路打听才来到松江的家,而此时,毫不知情的松江正在给儿子辅导功课。 河南突然上门,让他很为难。 听到松江这样说,河南才发现确实有些唐突,他只是想看一眼松江现在的生活,现在看到了也能放心离开了。 松江看着河南的背影,泪流满面,他不是不爱河南,只是有很多事情,身不由己。 阿亮知道离开后或许再也没有机会见到杰子,所以有些话他必须说出口。 他冲到杰子的家里,询问杰子以后的打算。 此时的杰子已经改变了回来时的想法,决定就在父母和孩子身边,等找到人生的方向的时候再重新出发。 阿亮向杰子告白,我爱你。 虽然这样像电影情节一样的告白很俗气,却是最能表达他此刻的心情的话。 杰子觉得好笑,我们才认识几天就说爱我,我们之间不可能,我比你大,还有孩子,你连工作都没有,要怎么计划之后的生活。 说着说着,掩面而起,他们终究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 阿亮失望而归,尽管只是他意料之中的答案。 阿亮跟湖南告别,又回到了东京,用这段时间挣的钱给家人买了礼物。 父亲也消了气,觉得他长大了。 他开始为以后做打算,去职业技术学校深造。 有爱万能皆可解,无爱无恨事事休。 理解的这句话是他这次旅行的最大收获。 湖南还在继续自己的环岛巡回放映展。 躺在沙滩上,眼前是一望无际的大海,乌云密布的天空,突然放晴,出现了一道彩虹。 好兆头,今晚的放映展一定坐无虚席。 天堂电影院变成停车场的事情,在我们的时代并未发生。 电影院的确有过萧条的一段时间,如今又繁荣发达。 大片常常爆满,技术也在升级。 电影院也是人们业余时间能出去走走的地方。 看几百部电影也不理解现实的残酷,但可以在电影时间暂时逃避痛苦。 如果真有愿意为电影艺术而不顾血本大力推广的人,那真是会叫人感动到痛哭流涕。 只是社会滚动巨轮永不会对过去的质朴稍作停留。 电影可以让人们在体验共情的同时,通过思考,内化更加明了一些事情发展变化的道理, 能够更加深入地与自己对话,并从中汲取力量,更加安然地投入到新的生活中去。 抓着彩虹的人注定是幸福的,几万千的美好于一生,纵使磨难不断。 只要一想到这份工作能够帮助更多人,便也是甘之如頤的。 也许命运终究会让他们再次相遇,在那之前他们会各自携带对于电影的感悟, 更加努力地生活着,活出个人样,让自己不断成为更好的人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,喜欢的小伙伴一定要继续关注阿易。 接下来还有更多精彩的故事,等着你们。